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是 官方有改但我没有说 有哪些内容是本次更新官方有加进去 但是没有特别跟玩家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高级龙钻制作 它这个制作需要使用封印 或者是解封的饰品武器防具蓝布刻印的 加上500万天币就可以换20颗 无限换常态开放 官方没有讲到但是有 第二个是综合抽卡包凭证制作 它需要使用的是潘朵拉的收集品碎片 12个去兑换的 很多人说这个收集品碎片我们要怎么取的 有人说是不是要买这个 1娃平振500钻会用8个 这一个CP值是有的 但是不够高 真正高CP的是这个 它里面换到的潘朵拉碎片是比较划算的 如果你是使用带除这边换下来的话 平均8个的成本 因为扣掉上面的杂像物资 还有蓝钻可以折底的话 其他只有大概300多钻就换到8个了 真的要搞的话搞这个女仆包是比较划算的 好再来我们要讲到官方这次有新增出成长肩甲跟青龙肩甲 很多观众在问我说 它的制作保底在哪里 为什么在限定跟活动里面看不到 是不是周末才会出现 错了 它在装备这边 有一个T恤跟肩甲 点进去点肩甲 里面就会有这次的保底对话 你看一下只要有期间限定的 就是这次的活动保底 最后我们讲一下这次官方改版新增的高级商店货币 里面新增的两个物品 一个是高级商店补给箱 一个是高级副本补充石选择箱 它就是每月可以刷新的 内容物大概简单看一下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做一下 CP值还算蛮高的 再来我们这边特别讲一下高级副本补充石选择箱 它里面可以选择的是 纳格巴斯礼拜堂的教堂补充宝石 还有爱比诺盆地的补充宝石 如果你真的想要换这40颗的话 请选择爱比诺盆地 因为爱斯卡洛斯这个教堂的补充石 它其实一个成本只要80赚交易所 这边做一个要200赚 所以我觉得不划算了 做这个吧 这个比较难以取得的 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次的官方有感 但我没做的内容 如果你还知道有哪些是官方有更新 但是没有讲的也欢迎告诉我 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 大家掰不